高雄發生酒駕造成一家四口 一死三傷的悲劇 肇事的黃姓駕駛一度變稱 是因為前方的慢速車擋到 他要超車才會偏移車道撞到人 不過監視器畫面當中 沒有看到其他的車輛 嫌犯也被檢方以不確定 故意殺人重罪等三罪移送偵辦 並申請羈押禁件 但是法官認為 他的犯刑不符合殺人罪嫌 質疑酒駕致死罪 裁准羈押未禁件 刺耳刹車聲 鐵灰色轎車行進馬路 直接往把馬線上行人撞了上去 仍當場被撞飛半層樓高 發出巨大聲響 最新畫面曝光觸目驚心 而喝得最醺醺 酒駕釀成一死三傷悲劇 肇事駕駛就是他 都已經兩次酒駕了 為什麼還學不乖 三十八歲的黃姓嫌犯 雙手雙腳傷號 比照殺人罪移送地監署 警察官認定有殺人 只不確定故意又有逃亡串證之餘 以殺人罪公共危險 及酒駕致死三罪嫌 向法院申請羈押禁件 但羈押庭中 法官認為嫌犯行為 不符合殺人罪构成要件 僅依酒駕致死罪嫌 裁定羈押未禁件 詢問當中他只有陳述說 他可以交保禁的是二十萬 那與他現在所犯的情節相比 這個不能認為是有 有效的替代性 所以認為有羈押的原因 當時嫌犯一度辨稱 自己是為了閃躲前方慢行的 白色轎車 才會偏移撞上行人 但現場畫面中 卻沒有看到所謂的慢速車 而如今剩下酒駕致死罪嫌 最高警判十年 與起初的殺人重罪 十年以上行責 打降徑庭 酒駕致人居死罪的罪嫌重大 那所有羈押的事實 接下來面臨最輕本型 三年以上的罪贈 還有高爾的民事賠償 重回意外現場 四線道的寬敞馬路 雖然設有斑馬線 卻沒有紅綠燈 行人只能在車陣穿梭 不過當下沒有車輛離讓 又碰巧遇上酒駕 惡劣行為 讓幸福家庭就此破碎 如今婦女三人 還在醫院救治當中 經過手術生命跡象穩定 醫療費則由醫院全全吸收 只是兩名女兒 目前都在昏睡中 恐怕還不知道媽媽離世消息 到時候接獲二號又該如何接受 記得 天安科生網 高雄怎麼不懂 是這次我熟悉